第四期 腐败失去民心是当前中共高层对腐败的主要担忧所在 同时腐败还有另一个值得担忧的后果 即导致政权的内卷化 面对社会压力不断增强的政权 增强控制力就得扩大政权机器 而腐败谋私使得扩大政权机器不能带来正比增加的控制力 用于扩大政权机器的支出 相当部分被新增加的腐败所吞噬 新增加的人也是增加了政权内部的注重 政权机器因为扩大所增加的控制力 很大部分会被内耗在由此增加的新问题上 如果说从失明心的角度 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瓦解政权的趋势 更多是道义上的定性 不能定量分析 内卷化却可以清楚的说明 为何腐败一定会瓦解政权 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 扩大政权机器对加强控制力的效益将越来越小 最终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 引起财政破产 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 那时社会的不稳定还在继续增加 无力在控制的政权就会必然的瓦解 丧失意识形态忠诚和信仰还会产生另一个现象 就是内部人威力仕途导致的投机 有利益之时政权看似铁板一块 一旦有一天利益消失就倾可见重盘亲历 这样的戏剧 前苏联和东欧那些一夜变成共产党军募人的共产党高官 早已做了生动的表演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绕不过去的深水区 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所埋涉的隐患开始浮出表面 前面占的便宜都要开始偿付代价 其中国有企事业职工下岗 和丧失社会保障成了最突出的问题 对中国社会这不仅仅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 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面前 有社会学家认为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 国有企事业职工相当于毛时代的中产阶级 具有与西方中产阶级相近的特点 收入可靠 生活稳定 生老病死都有保障 且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 构成社会的主要稳定力量 毛时代的社会稳定 他们是主要的基础之一 然而今天 这些人很多收入低下 饭碗朝不保夕 生老病死失去保障 他们对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 却没有一个足够稳定性的新中产阶级取而代之 因而社会失去了保持稳定的基础 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另一方面是中国原有的中产阶级沦落 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少数报复者攫取 多数人收入低下 使社会的消费力萎缩 导致市场萧条开工不足 企业进一步亏损 更多的职工失业下岗 绝望者阶层不断扩大 绝对贫困也随之蔓延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伴随着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障 民众心理失衡与日俱增 对比权钱合污的腐败和国有资产被瓜分 很容易使他们回想毛泽东的论断和当年那些熟悉的术语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新生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法权 走资派还在走 等等 在今天都已是活生生的现实 毛的集权专制程度 虽然远高于邓小平以后的重工 但毛出于其改造社会的理想 给群众对官员表达不满和进行监督 提供了日常的渠道 如果说反潮流或造反有理 还属于抽象的鼓励 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允诺也有点边长莫及 大字报却是宪法保证的权利 虽然那顶多算是小范围的言论自由 却因为随时可以被每一个人运用 对各级官员 尤其是基层官员 构成了相当的威慑 以至于在那时的专制大局之下 群众的确可以在小范围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约束 文革的痛苦经历 使中共官僚集团在毛死后立刻采取措施 一方面推行程序化制度化等党内民主 防止再出现党的领袖直接发动群众 整数党自身的现象 另一方面则是废除毛泽东给群众提供的渠道 邓小平上台不久 就取消了宪法中的四大 大名大奉大辩论大字报等群众权力 群众被重新归位于权力金字塔的底层 当然 今日中国人获得的自由 与毛时代不可同日而喻 这种进步主要来自于阶级斗争被放弃 中共官僚集团文革中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 受到的广泛冲击 使他们从过去的用阶级斗争整人 变得厌恶阶级斗争 而一旦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不再笼罩社会 政治就失去了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恐怖也就没有了针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手段 这是中国社会变得自由宽松的主要原因 然而今日劳动群众却不被允许犯上 违反这一点 宽松便立刻不存在 镇压也会降临 这使得从阶级斗争被放弃获得了自由的群众 因为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同时 取消了他们的领导阶级地位和对当权派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利 反而认为阶级斗争正是当年他们拥有的政治权利 是他们今天唯一能为自身斗争的武器 过去受阶级斗争之苦最多的群众 今天反而有了再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这应该成为一种提醒 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不能消除不满 那就像把锅炉的所有出口汗死 最终结果只有爆炸 当群众的不满 无法通过程序化方式解决时 出路就只剩下造反 而对造散没有什么会比毛泽东思想更对路 毛成为今天凝聚民众表达不满的旗帜和政治共识 从这一点而言一点也不奇怪 从目前看 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危机 十有八九将是在经济领域发端 并且很可能以金融危机为险导 那是 一旦危机使多数社会成员的财富变成废纸 生活陷入无浊 人们的反应将不仅只限于 几题存款或抢购用品 还可能会重新记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进行清算 毛时代的中国人从来被告知 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 在这种堂尔皇之的前提下 他们多年领取极低的工资 劳动成果的主要部分被转化为国有资产 至少在理论上他们相信那是自己的资产 因此他们的生活稳定 房子 医疗 养老 以及相应的福利 也都应该由国有资产支付和保证 这种合理性 就像把自己的钱存进银行 到期后再提取一样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却告诉他们 以前是国家养活你们 大国犯惯坏了你们 从此你们自己养活自己 国家也再不承担过去许诺的保障了 当职工们痛切的感到被抛弃的同时 国有资产却被挥霍瓜分 如果职工生活还有保障 他们对这种现象可能仅停留于口头的抱怨 然而如果基本的稳定和起码的安全都丧失时 积累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 就可能一块儿爆发 那时对信奉毛的群众 最为顺理成章的 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剥夺剥夺者 不用详细设想运动会怎么发展 凡是了解群众运动的人 都不难在脑海中展现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 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 一旦重新当道 群众运动的走向 只可能是造反 批斗 群众专政 红色恐怖 把当年文革的政治内容换成经济内容 当然也会延伸到政治 那将是一场重演文革的经济文革 而到底谁是应该被剥夺的剥夺者 那也将跟文革一样 不会分出青红皂白 毛的意识形态早就提供了分明的逻辑 天下乌鸦一般黑 只要是有钱人 钱肯定来的不干净 不是靠腐败 就是靠瓜分国有资产 最终将再一次穷人对富人的剥夺 企业家阶层将被铲除一惊 各级官员用老百姓的话说 哪个屁股上都有一堆尾巴 他们也将大部分被打成腐败分子 新生资产阶级的庇护人 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清算一旦开始 就会迅速波及到社会的其他阶层 与农村基层政权一直尖锐对立的农民 长期积累的不满 会起来报复自身曾受到的迫害 清算干部对集体财产的贪污 进而可能波及到先富起来的群体 当年土改斗杀地主的方式如果再现 痞子运动好得很的造反精神 也将再次横行相立 毛泽东哲学中的破坏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 对旧社会可以进行有效的破坏 却少有建设的意义 一旦群众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 即使初心仅仅是为反腐败反不公 接下去的步骤必然会一环套一环的重现 毛的七踏事物 阶级斗争 公有制 计划经济 大民主 反西方等 那无疑将是中国的又一次劫难 因为即使毛在中国还有思想基础 却已经没有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也不可能再靠它实现社会稳定 结果只能是连续不断的崩坏 回归毛将是中国的灾难 虽然当局只是为了执政的便利 把毛当成空壳来固守 但是空壳一样可以被群众当成旗帜 并成为他们以虚幻检验现实的尺子 因此这种便利无异于引阵止渴 事实上 如果不是自上而下进行煽动和放纵 群众从来不会乐于造反 只有走投无路才会被逼到那一步 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都是群众自身 要避免经济文革的前景 只需要用民主化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 他们便会和平地参与选择并对全市集团进行监督 中共虽已远离毛泽东的精神实质 仍本能地对毛保持同意血缘的不设防 而将西方民主视为主要的威胁 六四后 中共把事件根源归咎西方思潮 全力镇压民主的要求和丑化民主形象 他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 苏东转型后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帮了忙 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也起了作用 中国民众本来就对民主不慎寥寥 很容易被民主动乱议体论所迷惑 从而为了生存前宁愿放弃政治权 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化过程中 中国知识精英不像八十年代那样被排挤在外 有了分耕的机会 很多人便放弃了当年的激进令厂 唱起了革命有害论和民主过早论的调子 然而这些都不能消除人们对社会的不满 不给民众民主 别无选择的民众就只能重回毛泽东 以毛的方式发泄不满 群众一方表现的极端和激烈 并不是出自民主 恰是出自谋 毛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渗透于中国民众的血液 成为集体无意识 随时可能爆裂的发作 而民主却与中国民众隔绝的太远 即使像八九天安门运动中的民主因素 也指如凤苗麟角 仔细分析那是真正属于民主的因素 会看到无一不是在呼吁理智 妥协和尊重法律 如果从天安门运动中看到了危险和感到恐惧 该做了不是消灭民主 相反使用民主消灭毛泽东 那才是中国的福音 在这方面 中国的上层阶级和精英阶层 尤其应该看到主动进行政治变革 带来的安全和稳定 民主制度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 法治原则 民意表达的程序化过程等 亦同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不错 民主和法治将不再允许一党专政 但是它同样不允许群众专政 而对当今中国上层阶级来讲 总有一天群众专政的威胁 要大于一党专政对他们的保护 可以说 只有中国向民主与法治社会尽早转型 才能使中国将来免于遭受经济文革的 疾风暴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